男孩带奶奶来银行存了八千块 等奶奶再来时 却被告知账户里有八十亿 奶奶一个劲地谢天谢地 这利息未免也太高了吧 贵员却问奶奶是否有炒股的经历 奶奶这才想起 自己曾看到男孩获得模拟投资比赛的第一名 原来男孩是名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18岁的他需要进入社会 便从孤儿院走了出来 可孤儿院给的安置费 连最便宜的房子都租不起 房东见他模拟投资比赛得了冠军 便建议他去玩真实投资 可志平未满19岁无法在银行开户 他经过一家路边摊 好心的奶奶询问他是不是饿了 要强的他却说自己并不饿 说完便匆匆离开 这时天空又下起了大雨 无家可归的他经过一个电线杆 看到上面的租房信息 每月房租只需20万韩元 而且没有押金 志平伸手想要去拿联系号码 这时路边摊的奶奶来到他身后 看到志平穿着一双破旧的球鞋 奶奶猜他是没有住的地方 于是收留了他 虽然志平一再拒绝 可奶奶还是告诉他要是 就在门口挂着的鸟窝里 然后便离开了 志平来到热狗店 看到奶奶为他准备的热狗 便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饱喝足的他环顾四周 无意看到奶奶做生意装钱的铁罐 志平看得眼睛都直了 第二天一大早奶奶也想起了存钱罐 那可是他所有的积蓄 他赶忙跑向热狗店 还好是续静一场 钱和铁罐都在 这时志平走了过来 他提醒奶奶把钱存进银行 于是奶奶便让他帮自己 在银行开了账路 把钱存了进去 奶奶还把银行卡交给志平保管 看着证券公司的投资报告 志平决定大展身手 此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投资之路 没多久就把8000炒到了80亿 这天志平来到取款机 却发现卡上的钱被全部取出 他跑到奶奶的店里 却看到奶奶把钱给了儿子 志平怒气冲冲地质问奶奶 为何把自己辛苦投资的钱给了 奶奶很伤心 他回到屋里拿出一个装满钱的袋子 给志平 志平这才知道奶奶并没有动他的钱 他羞愧地不知该怎么面对 于是抱着袋子逃走了 志平来到车站买了张去往首尔的车票 奶奶不放心他跟了过来 他给志平买了双新鞋并帮他穿上 奶奶告诉他 如果以后你成功了不要联系我 发财了结婚了也不要联系我 省得到时候我后悔 但是 奶奶的一番话让志平瞬间红了双眼 他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的关心 他一把抱住了奶奶 哽咽地说您要保重身体 志平就这样依依不舍地去了首尔发展 很快15年过去了 当年的穷小子如今事业有成身价不已 他鼓足勇气来到奶奶的路边摊 这是女孩上班的第一天 只见他走进一间卫生间 拿出马克比在高跟鞋上来回话 一双高跟鞋穿了七八年 即使破了皮也舍不得买新的 本可以做财阀千金的他却选择过平民的生活 他有一个亲姐姐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亿万身家的总裁 每天早上妹妹都会为穿哪双鞋而发愁 姐姐却有穿不完的限量衣服和包包 妹妹住在普通的平房里 姐姐却住着价值千万的大别墅 当妹妹还在焦急地赶公交时 姐姐已经开始在豪车里安排新一天的工作 姐妹如此身份地位的悬殊 却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个决定造就而成 父亲本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 由于长期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便想辞职创意 可母亲却极力反对 她用离婚威胁父亲不准辞职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显然她更需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为了不让父母离婚 两姐妹想要劝父亲放弃辞职 便跟着父亲来到公司 结果看到父亲被领导打骂的画面 看着父亲躺在地上不敢反抗 女儿只能躲在一旁偷偷哭泣 回到家他们劝母亲答应父亲创业 可母亲却只在乎父亲辞职后的补偿款 这时父亲回到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他明白是自己没让妻子和女儿过上想要的生活 于是便答应了离婚 就这样姐姐选择跟妈妈在一起 妹妹则留在了父亲的身边 不久后姐姐告诉妹妹 妈妈又结婚了 后爸是个非常有钱的财阀 他们很快就要搬去国外生活 妹妹质问姐姐为何不阻止妈妈 父亲为了让你们回来一直拼命地工作 姐姐却不屑一鼓 她说妹妹做了错误的选择 你应该跟我一样选择妈妈 妹妹气不过 追上去和姐姐扭打在了一起 姐妹俩的关系从此就破裂了 父亲经过努力终于拿到了投资 可他还没来得及和女儿分享就意外出了车祸 从此妹妹只能跟着奶奶靠卖热狗维持生活 转眼15年过去了 姐姐如今回国成立了一家投资公司 而妹妹刚好来到她的公司寻求创业投资 看着妹妹那双廉价的高跟鞋 姐姐看出了她生活的不堪 说你该不会还是靠着奶奶卖热狗生活吧 妹妹反击她 你不就是靠着后爸才创业成功了吗 并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创业 合作伙伴也是年轻帅气又有能力 而且两个人正在谈恋爱 姐姐想起之前看到妹妹分享的照片都是自拍 哪里像是有男朋友的样子 于是邀请妹妹参加几天后公司举办的社交聚会 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 那应该是拓宽人脉的好地方 并且让她带着男朋友一起过来 因为她根本没有男朋友 就在姐姐准备上车离开的时候 她还是忍不住炫耀了她的优越感 看看你破损鞋上的马克比 还有你口中莫须有的男朋友 你现在的处境一目了然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另一种选择 看来当初我选择妈妈是多么的正确 面对姐姐的嘲讽 妹妹一气之下敲开车窗 她告诉姐姐自己会和男友如气赴约 可到了晚上她就对自己的冲动后悔不已 她要去哪找一个男朋友呢 此时马路对面的豪车里 一个男人正被她怪异的举动所吸引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女孩失去了疼爱自己的父亲 唯一的姐姐也跟着母亲离开了 奶奶为了让孙女尽快走出阴影 便找来穷小子给她做比喉 由于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志平并不想用自己的真实性命 于是随手拿起身旁的报纸 上面报道着数学天才南道山获奖的新闻 于是便以南道山的名字开始给达美写信 他们的信件通过鸟笼的传递 互诉着彼此的喜怒哀乐 很快他们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比喉 达美也慢慢走出了失去亲人的阴影 后来志平去了首尔上大学 达美则留在奶奶身边一起经营着路边摊 本来以为不会再有交集的两人 却在15年后的一场创业交流会上相遇 志平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比喉达美 于是跟着她来到奶奶的路边摊 奶奶看到曾经的穷小子成了商业器材很是欣慰 面对姐姐的挑衅 达美想找到素未谋面的比喉南道山 一起参加姐姐的社交聚会 看着两人的信件 达美的思绪仿佛回到了15年前 她要证明当初选择和爸爸一起生活是正确的 可南道山人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所有的线索都只是当年的那份报纸 为了不打破这个善意的谎言 奶奶找到志平 希望她能帮忙找到南道山 为了报答奶奶当年的收留之恩 志平决定帮忙寻找 好巧不巧南道山正在一直给志平的公司发邮件 希望她能投资自己的项目 于是志平连夜找了过去 此时的南道山正窝居在一间破旧的居民楼里 她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 由于三名成员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山字 于是便起名三山科技 他们开发出了极为精准的AR识别技术 但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的投资人就是南道山的父母 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大公司的投资 父母决定收回当初投资的资金 当志平感到时 恰巧碰到父母追着南道山打的画面 曾经的学霸竟混成如今这般模样 真是令人唏嘘 三十岁了还不务正业一事无成 隔天志平就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奶奶 这样的人不仅不能争面子 还会被姐姐各种嘲讽 他让奶奶劝达美还是不要找了 不过以南道山现在的状况 达美能找到她的几率几乎为零 然而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奶奶接到了达美打来的电话 说她已经找到了南道山 原来达美在跳蚤市场意外看到 南道山出售的二手物品 经过仔细确认对方正是自己15年前的笔友 两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弟弟 就在南道山朝着达美走过去时 突然一个人冲过来拽走了她 定睛一看竟然是赫赫有名的投资人 志平说明了来意 她把自己写给达美的信交给南道山 并告诉她关于这些信件的故事 原来志平来找自己并不是为了投资 而是想让她假扮达美的男友参加一场聚会 失落的南道山为了公司能够继续发展 提出让志平投资自己的项目作为交换 可志平认为他们的项目并不具备投资的实力 于是直接给拒绝了 双方就这样谈崩了 回到家的志平觉得很对不起奶奶 眼看聚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达美还没有找到南道山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到时候肯定又是姐姐的嘲笑和讽刺 南道山看着达美写的信件 字里行间她看出了这个女孩的孤独和脆弱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南道山决定帮助这个让她有点一见钟情的女孩 于是她借来西装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 夜幕降临 达美穿着奶奶送给自己的礼服来到会场 人群中的她像个丑小鸭 恨不得把头埋进桌子下面 志平不放心她 也跟了过来 看到胆怯的达美 正要上前帮她解围 这时灯光突然暗了下来 一个人影从人群中朝达美缓缓走来 这是一场跨越15年的暗恋 看到朝思暮想的男人站在自己身边 女孩一把抱住了她 来不及寒暄 女孩就让她假装是自己的男朋友 原来为了不被姐姐嘲讽 达美夸下海口 说自己的男友是帅气的成功人士 她拉住道山的胳膊 希望她能配合自己演一场戏 姐姐对妹妹的男友十分好奇 上来就是一顿试探 道山困惑地看向达美 两人面面相娶 见谎言要被戳穿 达美想要把手收回来 却被道山一把拉住 解释两人不是创业而是合伙 姐姐显然有些不太相信 她问道山要公司的名片 道山慌张地翻出一张递给姐姐 三三택代表 南道山 姐姐看着道山的名片 和路边发的小卡片差不多 名字特異 达美急忙补充这是复古设计 最近很流行 接着姐姐问她公司融资到哪一轮了 可道山根本听不懂这些专业的数据 眼看就要穿帮了 这时志平走过来帮忙解围 姐姐看到商业大佬说要投资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为避免再次穿帮 这平易谈公式唯有把道山拉去一旁 她让道山自然一 于是他们背起了雇佣者的歌词 看着相谈甚欢的两人 姐姐心里很是不爽 本来是想嘲笑妹妹一番 结果被她出尽了风头 派对结束 道山脑子短路差点穿帮 跟下女友就要去坐公交 至凭见状急忙拉住她去停车场 骑平让道山开自己的车送达美回家 中途你多点头微笑就好了 就是走木讷暖男的路线 到家后找个借口跟她一刀两断 什么评论 不能这么极端 你就说你有你朋友了 这女生不是 在我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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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个钢铁直男 志平也是无语到了极点 难怪你会单身狗了三十年 她现场交道山一些车上的案件 显然道山还不是很熟练 接着道山就带着达美离开了派对 志平不放心的坐上出租跟在后面 发现他们并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江边吃起了宵夜 达美问她你对我今天的所作所为不好奇吗 达美直接被这个直男的回答逗笑 这时志平得到山发去信息 让她赶紧送达美回家 然后一刀两断 让谎言永远隐 达美以为是道山女朋友的信息 便催她早点回去 道山明白如果就这样离开的话 两人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 想想自己失败的创业经历 这是第一次有女孩愿意接近她倾听她 道山已经被这个善良的女孩所吸引 于是她转身再次走向达美 并递上了自己的明天 解释自己从未交过女朋友 达美从小到大因为道山 拒绝了所有向她表示好感的男生 第二天达美就辞掉了工作 她给道山发去信息 想要看看她工作的地方 志平得知后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她让道山把办公用品搬进自己的豪宅 把这里布置成三山科技的工作室 为了显得更专业 志平还让他们换上自己的西装 一切准备就续迎接达美的到来 钢铁直男第一次谈恋爱会是什么表现 单身狗了三十年的道山告诉志平 我妈妈背后女人的女人 我太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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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志平来不及生气 只能先帮道山看看信息 达美是为了感谢道山在聚会上帮助自己 问她有什么想吃或想要的东西 道山再次展现了钢铁的一面 她直接编辑《我想吃炸鸡》 还有想要128句的大内粉硬盘 为了不破坏男道山在达美心中完美的形象 志平让道山按照自己的要求恢复 没有赔钱 没有赔钱 因为我已经赔了 我已经赔了 因为我已经赔了 因为我已经赔了 因为我赔了 因为我赔了 好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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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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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达美收到短信时 直接从床上跳了起来 完全一副花痴的样子 她跑出去告诉奶奶 我今天见到南道山了 时机超完美 她就像一个模特出现在我眼前 关键是她还没有女朋友 然而达美并不知道她 真正给自己写信的人是志平 第二天奶奶把达美的原话告诉了志平 志平则一个劲地吐槽南道山 说她也就个子长得比我高 要不是由我打掩护 早就被人看穿了 奶奶听着志平的描述 想着谎言终究会被捅破 不如趁现在事情还在控制范围内 直接把达美从美梦中叫醒 另一边达美却已经辞掉工作 她找到道山送上礼物 达美说自己已经辞职了 想要加入道山的创业团队 道山只能尴尬地点头 大家知道这次是玩过头了 达美走后 志平交给道山200万表示感谢 她说奶奶很快就会把真相告诉达美 可道山已经喜欢上了达美 她不想因此结束自己刚刚开始的初恋 她想继续隐瞒下去 于是向志平提出入驻沙河创业基地的想法 这样达美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创业了 可志平根本不看好他们 认为三山科技倒闭是迟早的事 就在此时一个好消息从天而降 道山的智能识别技术 拿了全球科技大赛的第一名 这让志平看到了他们的可能 她特意找到沙河的创始人 希望自己成为这一届的创业导师 创始人欣然答应 道山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沙河创业基地 为了不让达美伤心 志平劝奶奶先不要告诉达美真相 她决定帮助道山成为达美心中的理想性 这不禁让奶奶认为志平喜欢自己的孙女 你如果这样的意欲 我们的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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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边道山也在劝说 好友让达美加入 好友不解她为何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伤心 道山 嗯? 你如果那个沙河的女人好吗? 面对同样的问题 两个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一个违心的摇头 什么? 一个勇敢的面对内心 嗯 她本是穷人家的孩子 却因为母亲改嫁成了财罚的千金 年纪轻轻就成为家族企业的华氏人 不仅把国内的公司打理得紧紧有条 还在国外创办了分公司 可尽管自己在优秀 也抵不过继父的亲儿子 母亲提醒他 继父之所以让哥哥给他当秘书 就是为了让哥哥跟他学习 等有了成果以后就抢走他的一切 继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的儿子铺路 不久后人才就被继父架空 让他去国外的公司好好休息 而他的哥哥将成为这家公司新的理事 可继父却笑着说公司我持股72% 你哥持股14% 加起来一共就是86% 只要是我做的决定又有谁会反对呢 而完全没有股份的人才这才明白 自己终究还是一个外人 辛辛苦苦经营这么多年 结果却给别人做了嫁衣 很快继父就召开了股东大会 人才气不过 当着所有股东的面和继父撕破了脸 他宣布自己会继续留在国内 创办属于自己的公司 临走前还不忘讽刺一下 给自己当秘书的哥哥 说完在大家的惊讶中潇洒离开 人才减去长发决定从头开始 凭借自己出众的能力 他获得了一年一度杀核创业者竞选的资格 公司之前的同事听说后 也都选择支持人才 他们纷纷辞职来到人才家里 把这里当成他们创业的临时办公式 很快创业大赛就开始了 比赛将通过答题的方式 从400人中挑选40人 然后分成5个队伍进行比赛 正如志平所预想的一样 道山并不具备成为项目代表的能力 反而是达美和人才纷纷被选中 两人在舞台上相遇 达美好奇事业有成的姐姐为何会在这 人才则对高中毕业的达美入选 达到不可思议 这时他们注意到台下落雪的道山 面对达美的质问道山不知所措 这时人才通过手机查询道 道山的项目不仅没人投资 也没有进入之前所说的融资的前置作业 眼看谎言被揭穿 道山只好向达美坦白 达美听后并没有生气 他认为道山是为了在自己面前呈现完美的一面 所以才撒谎的 他邀请道山加入自己的队伍 这时人才也向道山抛出了橄榄枝 刚才我们的队伍发生的位置 我们的队伍发生的位置 想让你们练习 人才还指出道山的队伍缺乏创业精力 而这些恰巧是自己擅长的 一边是毫无经验的新手 一边是经营公司多年的理事 虽然道山迫切想要获得成功 但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孩 他最终还是选择和达美一起 开启属于他们的创业之旅 志平得知道山的身份暴露 询问道山达美是不是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道山则说达美只是知道我是个小人 并不知道信件的事 志平虽然有些失落 但还是愿意成全他们 然而这个谎言还能隐瞒多久呢 一本书被两个女孩同时看上 他们互不相让 因为这是货架上的最后一本 这时达美似乎发现了什么 只见她从口袋摸出马内 就在女人疑惑达美为何会轻易放手时 却看到她从销售员那里拿起了同样的书籍 看着重新上架的书 女人这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就在她自认倒霉排队买单时 新的接盘侠出现了 看到三人也在找这本书 女人谎称这是最后一本 好友抱怨他们已经找了六家书店 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缺有缺货了 女人慷慨地表示愿意把书让给他们 就这样女人不仅捞回了之前的五千 还轻松地又赚了五千 而道山三人还在感谢女人刚才的忍痛割爱 这时达美听到了道山的名字 两人四目相对 她们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 为了不破坏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两人心照不宣地赶紧蹲下 好友帮道山换上干净的鞋子整理发型 达美也麻利地扎起马尾涂上口红 几人来到公交站 达美问道山你的车呢 道山解释昨晚在好友家过夜 那里巷子很窄不好停车 所以就没开车 自己也才会穿成这样 达美表示这样的装扮很亲切 道山愣住了 显然那是至平的生日 达美说明天要帮她完成信中提到的生日愿望 道山只好傻傻地点头附和着 为了不让道山露出破绽 志平把自己的西装和手表借给她 并教道山一些基本的餐桌礼物 好不容易到了生日这天 道山又是笑料百出 道山问志平是否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 可志平根本记不起来 他叮嘱道山如果收到礼物记得说谢谢 这事达美出来了 还带了奶奶给小时候道山准备的礼物 那是以前的道山吗 那不是我吗 那现在去哪里 房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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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房间吗 房间? 房间吗 他忘记自己竟然许过这种愿望 于是赶紧招呼道山的好友 把办公用品搭了过来 几人轻车熟路很快就布置好了 达美看到志平 哦 韩队长你 你又见到这里吗 是 很关心的公司 我常常在我的房间 达美拿出奶奶准备的权 说是送给以前的道山 看到一桌子自己爱吃的美食 志平愣住了 同时也想起了小时候的愿望 那是一年中秋节 达美写信问志平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此时电视上正播放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玩花牌 身为孤儿的她十分羡慕 于是写下我的愿望 就是跟家人一起玩花牌 想不到自己小时候随便写下的愿望 奶奶和达美到现在都还记得 她对达美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晚上道山送达美回家 她忍不住问达美你为什么喜欢我 我 嗯 我的第一次爱 我不是你 你的片子 久不久 我给了我 道山听了很失落 因为如今达美看到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 她把衣服和车还给了制品 还跟她划清了界限 她要用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达美的心 那么道山能否完成屌丝的逆袭呢 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每个韩国年轻人的地方 所有创业者将在这里进行比赛获得投资 眼看组队时间只剩五分钟 达美所在的小组还缺少一名成员 这时她注意到了在书店遇到的施雅 麻省理工毕业的她成为人们争强的对象 面对邀请施雅一副傲娇的姿态 哪只一转身就看到达美直接跪在地上 高中毕业的达美明白学历的重要 她承诺施雅不会让她身兼数值 你只要负责设计的部分就好 我会让你实现自己的价值 想想上次图书馆结下的梁子 施雅也想看看达美的能耐 于是同意加入她的队伍 接着就是团队演讲的环节 每个团队派出一名代表 用三分钟的时间说服投资人 好友担心达美无法准确解释人工智能 于是提议让道山上台演讲 这时志平走了过来 说虽然不能保证达美一定成功 但是如果换成你们耐一定会失败 你们虽然熟知人工智能 但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都没拉到投资 你们确定可以通过今天的演讲突然成功吗 并表示如果达美演讲失败 自己就以个人的名义投资他们 这让道山他们彻底放下心来 接着志平找到达美 帮她修改演讲稿 并教授她演讲的要点 这让达美开始疑惑 为何总是帮助自己 最终达美不负重望演讲的十分成功 不仅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也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肯定 接着达美找到志平 问她为何要帮道山欺骗自己 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借给道山帮她演戏 就在志平想要解释的时候 道山跑了过来 告诉达美已经有导师愿意投资他们 两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 另一边奶奶担心达美这几天 因为比赛太过劳累 于是特意做了她爱吃的紫菜包饭 却没想到遇见了当年抛弃自己的儿媳 也就是达美和人才的母亲 奶奶讲述着达美一路走来的心酸 当初达美考上了好大学 为了给她凑学费奶奶卖掉了热狗店 可心疼奶奶的达美却选择了休学 高中毕业的她便开始四处打工 为了给奶奶买餐车她努力赚钱 为此还摔伤了腿 妈妈听了愧疚地流下泪水 他们的谈话被一旁的志平听见非常痛心 奶奶失魂落魄地走在大街上 鞋带松了都没发现 不放心的志平跟了过来 她帮奶奶系好鞋带 埋怨奶奶当初为何不跟自己联系 志平觉得都是因为自己 奶奶和达美才受了这么多苦 她宁愿听到奶奶说当初不该收留自己 这样她才会好受点 可奶奶却遗憾错过了志平的童年 针对你也在生日子 没想到你 还是有你 如果有个妻子 会认为自己教育 和你不是妈妈 如果你不认为子 此时的志平早已湿了眼眶 她下定决心要好好弥补达美和奶奶 男孩无意间写的一封信 竟耽误了女孩15年 达美看着志平修改的计划书 突然发现志平的字迹很眼熟 她翻出15年前道山写给自己的信件 这字迹简直是一模一样 达美找到奶奶诉说着心中的疑惑 明明15年前的道山就在眼前 却让达美感觉很陌生 反而是志平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二天奶奶找到志平 告诉她达美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不过达美在见道山的前一天写过一封信 就放在他们之前传递信件的鸟笼里 只要把信学回来 让道山交给达美应该就会消除怀疑 可此时的志平已经不想再骗达美 也不想再骗自己 她告诉奶奶自己是喜欢达美的 她要把真相告诉达美 可奶奶听了很担心 她怕达美知道真相后受到伤害 这让志平感觉很委屈 她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车上的志平为刚刚的行为很愧疚 她爹奶奶发去道歉信息 说自己会去把达美的信取回来 她来到当年挂着鸟笼的树下 将信取了出来 然而一转身 发现达美竟然就在她面前 达美看到志平很是惊讶 原来15年前给自己写信的近视志平 她爹道山打去电话 不是哪 我 15年前 你和我拍摄过电话 你记得吗 我怎么办 我这里不是你 我这里不是你 我这里来 达美一时间无法接受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究竟喜欢的是谁 第二天一大早 道山救手在达美家门口 可达美对这个欺骗自己的人很是讨厌 他告诉道山以后除了工作私下就不要见面 看着失魂落魄的达美志平十分担心 于是找到达美说出了心里话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达美不知所措 志平表示我只是想对你实话实说 并不想对你造成困扰 我不想我们之间变得别扭又陌生 回到公司的志平从同事口中得知 三山科技要和投资者签订收购合约 经验老道的志平立刻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急忙跑去想要阻止 看着手里的收购合同 志平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谁会愿意投资一项看不到回报的项目 他想打电话阻止达美签约 却被好友夺去电话 他认为志平是不想看到他们成功 故意来捣乱的 结果第二天投资人就解雇了达美赫斯亚 他只愿带着道山三人前往国外发展 并且他们的仕途项目也被终止 道山指责他出而反而 当场就要解除合约 投资人说没问题 只不过你要支付双倍的违约金 也就是八十亿韩元 志平得知后也是无可奈何 劝他们接受事实 投资人本来就是冲着你们三人技术来的 其他人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道山追上志平 接着他们就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冷静下来后 道山希望志平能帮帮他 因为仕途项目是为奶奶开发设计的 他的眼睛现在很不好 不久后就会失明 晚上志平找到奶奶 发现他需要靠软件的识别 才能知道眼前的东西 看着受伤的志平奶奶十分心疼 听了奶奶的话 志平再也止不住眼中的泪水 他紧紧抱住了奶奶 志平找到投资人 说服他继续支持开发仕途项目 而道山三人根据合约去往国外发展 又是一年中秋节 达美邀请志平到家里过节 毕家人聚在一起欢声笑语 吃完饭还玩起了花牌 看着睡着的志平 达美贴心地给他带上毛毯 一切是如此美好 比赛一家人聚在一起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广播剧 succeeded 我们来自立的志平